都看看吧 这才没几天 嘉宇集团已经推出洗漱产品美颜业了 而且市场的反响比我们的都还要好 这样下去 我们不光回不了下国市场 甚至连海外市场都会失去 多想想办法吧 是时候跟那边联系了 养了他们这么多年 也该帮我们出出力气了 美林发一封邮件过去 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给我务必得到嘉宇集团的美颜系列配方 不惜任何手段 大哥 按照之前的计划行动 主人 不好了 千语总裁出事了 怎么回事 刚才接到消息 说嘉宇集团受到不明势力的攻击 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总裁办公室已经被搜翻一遍 但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这时候我们才明白重记了 等回到千语总裁家的时候 发现安排的保镖已经晕过去了 千语总裁也被人带走了 丁 触发支线任务 请宿主救出慕容千语 奖励奴隶卡 看来有人开始不安分了呀 哼 居然敢动我的人 你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我立马过去 怎么了 女儿出什么事情了 爸 看来是有人打美颜配方的主意了 什么 那我们要不要先躲一躲 想走是不是有点晚了 你们是什么人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天狼雇佣队的队长 我叫克里斯 你们想干什么 没什么 我们只是来完成一个小目标而已 你是自己跟我们走呢 还是我们打晕你带你走呢 你们休想动我女儿 爸 放心好了 我们用的是麻醉 他只是晕过去 走吧 千语总裁 大哥 这任务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我都还没机会出手呢 就完成了 你说发布任务的雇主 是怎么想的 居然给出那么高的悬赏 别高兴得太早 要是他嘴里获取不到情报 那我们还得去找一趟正主 这有什么的 不行给他们一起带走 省得麻烦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离开吧 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 下国的那些人可不是吃干饭的 老三 你再继续监视一会 等确认安全后 你就来与我们会合 好的 大哥 叔叔 发生什么事情了 太好了 十三 你终于来了 刚刚来了两个厉害的人 他们带走了千语 说是受人所顾 你一定要救救千语呀 什么 他们带走了千语 小心 居然还留下埋伏 这个时候对付千语 目标似乎很明确呀 看来 我最近是太好说话了 十个人都敢跳出来 惹我 哟 给我将这个埋伏的人传来 是 你怎么会知道 我的位置 不 你不要过来 老三 怎么了 老三 回答我 不 他会顺移 他会顺移 怎么了大哥 老三出什么事情了 看来老三是被他们抓住了 这次的任务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带着你们抓的人 回来交换 当然你们也可以拒绝 我只是不想麻烦 我只是不想麻烦 但不代表我拿你们没办法 你到底是谁 别废话 换还是不换 等着 老三 掉头 千语 你怎么了 他只是晕过去而已 我们的人呢 有 感动我的人 说说吧 背后的金主是谁 我是不会说的 在你手里只能算我倒霉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我是不会说出背后金主的 丁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奖励奴隶卡 来得真好 系统使用奴隶卡 这下可以说了吧 是 我们是国际雇佣小队 排名第二的天狼组织 之前接到紫罗兰的悬赏任务 潜入下国 获取嘉宇集团的美颜系列配方 悬赏金额一个亿 我们本来是打算 先从嘉宇集团总裁入手 如果获取不到 就会亲自找你 大哥 你干什么 你知道说出背后金主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 哼 果然是他们 紫罗兰 你们挑衅的次数够多了 是时候接受我的诺火了 系统 针对紫罗兰触发主线任务 丁 主线任务发布 对紫罗兰主动出击 毁灭紫罗兰所有高层 奖励紫罗兰掌控权 给你个任务 前往紫罗兰 解决他们的高层 没解决一个人 你的队员就能活下来一个 是 紫罗兰可真是烦人啊 想让你的手下们活下来也可以 解决一个紫罗兰高层 好 我这就去解决 哟 将他们两个安顿好 别死了就行 真麻烦啊 想要悠闲的过几天都不行 总有不开眼的人找上来 太好了 天狼小队之前传来消息 最多两天 我们就能得到 嘉宇集团的美颜系列配方了 好 嘉宇集团还想要跟我们斗 简直一想天开 等我们拿到配方 立马复制效果 一个月内 我们要将失去的市场 全部抢回来 并且还要将嘉宇集团彻底赶出我们的地盘 没错 为了我们的崛起 是不是要提前庆祝一下了 好 通知公司全体股东 举办一个庆祝会吧 对了 美林今天怎么没来 不知道啊 今天我联系她一天了 完全联系不上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啊 董事长 不好了 刚接到美林小姐家里的消息 美林小姐突然在家中去世了 什么情况 美林怎么会在家中突然去世 难道是意外 不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美林身体那么好 不可能突然去世的 这绝对不是意外 天狼小队的人呢 有没有什么消息 完全联系不上 混蛋 他们一定是没有完成任务 美林的去世 会不会跟天狼小队有关系 来人 在确定事情真相之前 加强戒备 防止再有人出事 该死 居然是克里斯出的手 看来 针对家喻集团的任务 已经失败了 天狼小队居然对我们出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可是我们雇佣的 完成不了任务就算了 为什么他们要来对付我们 现在博士讨论这个的时候 天狼小队 可是排名第二的雇佣组织 咱们身边的保镖 在天狼小队面前 行动虚设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没错 只有保证我们的安全之后 才能想出应对的办法 快 给我继续发布宣赏 不管任何代价 只要能解决天狼小队就行 该死 对方居然雇佣了 排名第一的魁舍小队 来保护他们 算了 反正已经解决了几名高层 保证老二老三是没问题了 不错 虽然没有金属解决 但也不错了 你的两个兄弟 已经在医院养伤了 谢谢先生 紫罗兰高层 现在雇佣了排名第一的魁舍小队 来保护他们 他们现在已经躲到魁舍基地去了 我已经无法出手 我相信他们确定 我不会再出手之后 一定还会在此对付您的 魁舍小队吗 既然这样 你准备一下 带我去魁舍小队基地 是 魁舍小队组织一共有30名成员 个个都经历过生死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就您一个人过去吗 当然不是我一人 我们先过去吧 老爸 为什么不能带我去呢 一区区一个暗井巅峰 有什么资格跟苏宗师去做事 老爸 我可是您妻儿子 有这么打击我的吗 你别忘了 您之前也才暗井巅峰 我可比您年轻的时候强多了 要不是十三宗师 你能到宗师 再说 小妹为啥能过去 你皮痒了是吧 你妹妹能跟你一样吗 少说废话 再说我让你尝尝 什么是负词自孝的滋味 行了 王兄 十三宗师电话里怎么说 十三宗师来电话 让我们跟他在国外碰头 说要去解决一个叫魁舍的组织 居然让十三宗师亲自动手 看来这个叫魁舍的组织 将十三宗师得罪不清啊 首领 可利斯又回来了 他还带了几个人 现在正往咱们基地来呢 哦 他还赶回来 我还准备过几天去下国一趟 解决美颜系列配方的同时 顺便将可利斯解决了呢 来得正好 通知雇主 就说我要请他们看一场好戏 听说队长你找我们来 要看什么好戏 不知道是什么好戏 董事长你看 那是嘉宇集团幕后的真正掌控者 他怎么来这了 队长 这个人手里有我们要的东西 请务必帮我们得到 不管需要什么要求 尽管提 不 队长 直接将它毁灭吧 对方不是简单的人物 连克里斯都在他手上栽跟头了 我们需要的东西 可以从木龙千鱼手里得到 好 就按你们的想法来 通知下去 见识目标 对方一旦进入射程范围 就让他们体验一下热武器的厉害 报告 目标离基地三千米 再前进两千米 将进入射击范围 还以为十三先生准备喊多少人 结果就来了这么几个 居然还有个女的 自己当初怎么想的 为啥截取下国的任务 明知道下国没一个好惹的 十三先生 再前进的话 就会进入对方热武器的射程 咱们还要继续前进吗 报告 目标距离两千米 报告 目标距离一千五百米 即将进入射程 就在这里停下吧 报告 对方停下来了 怎么停下来了 他们这是害怕了 早就在意料之中 还从来没有人 可以在我们的热武器中生存下来 他们当然害怕 快 快看 他动了 不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他是怎么做到的 快 射击 对着他马上射击 不能让他进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 人类怎么可能做到 飞过来了 他飞过来了 通知下去 所有人给我射击 管他是什么妖魔鬼怪 把他给我打下来 天哪 先生居然会飞 他还是人吗 王兄 你说十三宗师 现在到什么境界了 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 十三宗师能够玉空而行 绝对不是宗师 所能有的能力 十三宗师 真是强的可怕呀 混蛋 为什么打不中他 给我加大火力叔叔 通知眼镜蛇小队 让他们支援 为什么 明明射中了 为什么他却没事 他还是人吗 首领 对方攻击来了 队长 快点阻止他们呀 难道这就是你们第一 雇佣小队的全部实力 没错 没错 你们现在首要任务 就是保证我们的安全 带他们去安全屋 其余的人 拿上家伙 跟我一起迎敌 不错 你有安静 这家伙一定是怪物吧 居然无视热武器的威胁 紫罗兰的人呢 杀了我吧 你休想知道 我是不会说的 为什么 我们没有得罪你 为什么 你要赶尽杀绝 从你们接受任务的那刻起 我们就已经是敌对关系了 换作是我们处于弱势 你会放过我们 最后问你一遍 紫罗兰的人在哪里 说 在 在安全屋 不过安全门已经落下 没有里面的人开启 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 放心吧各位 魁蛇小队可是最顶尖的英兵团队 再说 这个安全屋 只有里面能打开 我们一定没事的 等等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 你后面 快闪开 你怎么进来的 不 不要杀我 十三 我们可以给你钱 公司股份也行 只求你放过我们 对 十三 只要你放了我们 以后我们绝对不找 驾驭集团麻烦 还会全力扶持 驾驭集团在海外发展 舍走 丁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获得紫罗兰掌控权 以通过系统通知所有紫罗兰员工 所有文件已存入宿主储物空间 十三宗师 剩下的这些人 克里斯 这里交给你了 相信你能处理好剩下的事情 愿意归顺的 编入你的天狼小队 反抗的直接解决了吧 我要你的天狼小队 成为雇佣节的第一 是 先生 克里斯愿意以后追随先生 十三 这是什么 紫罗兰全部股份 都是你的了 你 你前天说要出国 就是办这件事情去了 你太厉害了 十三 他们怎么会同意的 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还能怎么同意的 你和范同意的呗 放心吧 绝对没有麻烦 那就好 对了十三 我外公过几天八十大寿 我想带我妈去给外公祝寿 但又害怕 你能陪我们一起过去一趟吗 你外公大寿 阿姨回去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哎 我妈妈姓楚 来自帝都的楚家 当初慕容家族 还是下世一个不出名的小家族 我妈妈执意要跟我爸在一起 外公不同意 可执拗不过我妈 最后外公威胁我妈 只要他跟我爸在一起 就断绝妇女关系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时的怒气早就消了 两人其实一直都担心对方 但奈何两人嘴太硬 一个都不愿意服软 所以你想借助这次助手的机会 帮助阿姨跟外公还和关系 是的 这也是当初爷爷还在的时候 为什么急于将千语集团 进驻帝都的原因 爷爷当初说 只有在帝都占据一席之地 才能让我母亲风光的回门 只可惜 到最后爷爷都没有完成这个愿望 出发点是好的 可惜最后差点将你搭进去 现在你有本事了 阿姨也算是有面子了 丁 触发支线任务 帮助未来丈母娘获得储家认可 奖励系统神秘功能 系统这是有准备搞事情啊 拜个寿不就行了吗 非要整个帮丈母娘获得储家认可的任务 这次的帝都之行看来又不轻松了 什么时候去 明天出发 你有时间吗 媳妇的吩咐必须有时间 十三先生 您终于看来帝都了 快点的 赶紧把十三先生他们的行李装车上去 哥 你把你儿子带来当苦力 是的 十三先生 之前他做了那么严重的措施 这一年时间 我让他一直在公司底层磨练 不知道十三先生 您还满意吗 都过去了 没必要 好歹 他也是你们司马家的独苗苗 你不心疼 十三先生 做错事情就该受到惩罚 休息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你看是现在过去吗 千语 我想先去一趟里二舅家 留一辆车给我们 待会定位发我手机上 你先去忙吧 有什么需要再联系你 好的 一雪 好久不见了呀 二嫂 好久不见了 二哥呢 哎 老爷子昨天突然不是 你二哥正在老爷子那边呢 什么 爸爸怎么了 二嫂 好久不见了 一雪 你终于肯来了 你二哥还担心你这次不来呢 舅妈好 这是千语吧 好多年没见 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这位是 舅妈 这是我男朋友十三 十三 这位是我二舅妈 阿姨好 阿姨可真漂亮 哎呀 十三你可真会说话 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哪里漂亮了 对了二嫂 二哥呢 哎 老爷子身体突然不适 你二哥现在正在那边守着呢 什么 爸爸身体怎么了 一雪 你冷静点 你二哥猜你们来帝都 会先来家里 所以让我在家里等你 告诉你具体情况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老爷子身体之前一直挺硬朗的 可昨天突然就病倒了 医生说是气急攻心 引发的中风 人现在是醒过来了 但就是神志 时常不清楚 怎么会这样 都怪我不好 这么多年了 就因为要强 一直都没有回来 看爸爸 还有 老爷子趁神志清晰的时候 交代 在他八十大寿当天 将楚家的掌印交出来 要你大哥 跟二哥两人 在大寿当天 邀请自己的人脉 谁的人脉更广 谁就是 楚家的下一任 话语人 这不是为难二哥吗 二哥平时只是喜欢摆弄字画呀 家里的生意 一般都是大哥在打理吧 是啊 你二哥这两天 从老爷子那里出来 就不停地在外面 邀请各大集团和企业的人 虽然很多人都同意 帮他称一称场面 但跟大哥邀请的人 对比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啊 小妹 你终于肯来帝都了 二哥 二就好 好好 来了好 老爷子那边怎么样了 哎 现在爸糊涂的时候 是越来越长了 真不知道那天爸 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那你今天邀请到人了吗 哎 哪有那么容易 明天再去试试吧 实在不行就算了 二就 舅妈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就先走了 这么急干什么 不行就在舅妈家里住下 不用了 舅妈 我们已经订好酒店了 行李全在那边呢 那行吧 晚上到酒店早点休息 明天爸的寿宴 我先过去 小妹你到时候 跟你嫂子他们一起过去吧 十三 我可以以嘉宇集团的名义 帮助二就吗 当然可以 不过你一个下市企业 就算在下市再厉害 到帝都还是说不上名号 况且嘉宇集团在帝都 也只是有个办公楼而已 根本入不了他们大家族的眼 那你能不能帮帮我二就 丁 触发支线任务 帮助楚风撑场面 拿下楚家掌控权 奖励帝都潜滩中心产业 我就知道 只要是我不想参与的 系统你一准跳出来 可以 我等会打几个电话 明天一定帮你舅舅撑住场面 小妹 你们来了 爸爸在那边 你 二哥 你说爸 他会原谅我吗 都过去这么久了 爸早就原谅你了 这么多年 爸爸时常看着你小时候的照片发呆 爸 你看谁来了 爸 我是医学 对不起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外公 我是千语 你还认得出来吗 不对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千语外公那个眼神 绝对不是神志不清的人该出现的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意 医学 你还有俩回来 大哥 别害我大哥 我没你这样的妹妹 爸爸现在神志不清 你不要再来刺激他了 现在客人都在 我不想跟你废话 等宴会结束后 赶紧离开 出家不欢迎你们 大哥 他也是爸的孩子 今天是他老人家八十大寿 小妹来为爸祝寿怎么了 这是他的权利 哼 有没有权利 过了今晚就知道了 你现在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宴会就要开始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邀请什么样的人来 千语 你这个大舅 怎么感觉对阿姨 其实 大舅不是我外婆生的 外公娶我外婆之前 还有一个妻子 不过后来 因为生病去世了 后来 外公娶了我外婆 之后生下了二舅和我妈 大舅一直耿耿于怀 认为他母亲的死跟外婆有关 这 豪门可真复杂 天海金融总经理 应楚涛邀请 前来败售 飞红钢铁董事长 应楚涛邀请 万华物流总裁 应楚涛邀请 前来败售 表姐 你说我爸是不是会说得很惨啊 大舅邀请的人都是千亿级别的 就我爸的那点交集圈 估计全凑到一起 也顶不了人家一个的分量啊 你倒是看得挺清楚 等等看吧 说不定有惊喜呢 十三 你那边联系的怎么样 二就估计快顶不住了 应该快到了吧 帝都司马集团董事长司马天和 前来为老爷子败售 什么 司马集团董事长 他竟然亲自来了 楚风 看到没有 这就是人脉 连帝都的司马集团都来了 你那边的人怎么还没到 欢迎欢迎 司马董事长 你还亲自起来为我家父亲败售 我们真的是受宠若惊了 你是谁 我找楚风 找我 可我不认识他呀 楚风老弟好久不见了 哈哈老爷子八十大寿 也不要请我们 我还是听别人说才知道 今晚可要罚你酒啊 司马董事长亲自光临 我们楚家万分荣幸 哈哈 楚风老弟说话就是客气 你先忙 我随便找个座位就行了 待会我再来敬酒 十三先生 坐吧 辛苦你了 这不可能 楚风那个书呆子 怎么会认识司马集团的董事长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帝都天河集团欧阳聪总经理 帝都饭店集团董事长万华 魔都王室集团董事长王苍天 魔都城市集团董事长陈家胜 江顿控股帝都总部董事长 紫罗兰亚洲总负责人 为老爷子拜寿 这这这这这些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人物 老二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能量了 果然 老爷子 我看你还准备冲到什么时候 我不甘心 为什么这些人大人物会认识楚风那个废物 他不是只会整天摆弄字画的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故意做出来迷惑我的 楚风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哈哈 感谢各位今日前来捧场 以后只要有用得到我楚风的地方 各位尽管提 我绝不犹豫 千语 十三 你们坐到外公身边吧 多跟外公说说话 楚风 他们一个小辈如何能坐在主桌 能不能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怎么 连这你都要阻拦吗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 哼 家主之位还不是你的呢 再说 这个家主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好不好做就不用大哥操心了 黄管家宣布吧 好的 尊敬的来宾 今天不光是楚老爷子的八十大 同时也是确认楚家下一任当家人的日子 根据老爷子之前留下的规矩 长子楚涛和次子楚风 在老爷子八十大寿这天 谁能证明自己的人脉更广 那么谁就是下人家主 结果显而易见 楚风更胜一筹 祝贺楚风成为下人家主 慢着 这个家主之位恐怕你还真做不得 二弟 你看这是什么 家主之印 这个怎么会在你手里 难道是你害爸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一个混蛋 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 他可是你父亲了 父亲 实话告诉你们吧 从我母亲走的那天起 他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了 小妹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说你在下市安心的过日子不好吗 非要来帝都参合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人是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才来的 不然你以为凭借我那个废物二弟能认识这些大人物 让他们进来 老爷子 难道你不打算说两句 这个时候就别继续装傻了 十三 你是说我外公这个样子是装的 是不是装的就看老爷子自己了 嗯 爸 你怎么了这是 好狠啊 居然将你外公弄哑了 什么 爸 都是我不好 我应该早点回来看你的 都怪我 丁 触发支线任务 为老爷治好病情 奖励飞雪教官令牌 丁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奖励神秘功能 系统仓库开启中 系统仓库开启成功 鉴于宿主等级较低 目前仓库物品不可查询 宿主只能以盲盒形式获取物品 每日一见 干 系统你是狠人啊 我这是彻底的被你拿捏对吧 玩盲盒上瘾是吧 那就给我一个盲盒看看吧 这盲盒里能开出什么好东西 丁 盲盒开启中 恭喜宿主获得生命胶囊一枚 此胶囊可解决任何病因 得 系统你狠 开出啥都是你说了算 这胶囊明显就是为老爷子准备的 阿姨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有办法让外公恢复 是谁敢阻碍楚涛少爷成为当家人 难道是要跟我们青门作对吗 你 你居然跟青门还有勾结 你忘了爸爸当初定下的规矩吗 不得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你居然 你说谁是不三不四的人呢 今天要不是看在楚涛少爷的面子上 就你刚才的那句话 完全可以让你吃不了兜之从 你们怎么可以动手打人 又喝 我才发现 现场还有美女啊 美女 有没有对象啊 喊声哥哥来听听 你如果不想你的手断掉的话 就给我规矩点 谁 那个敢管老子的闲事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吧 那又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感动我的女人 你 你是十三先生 对 对不起 十三先生 我们不知道您在这里 你认识我 由大人知道您要来帝都 已经通过龙王令 将您的个人信息和照片 通知了帝都所有的地下组织 我真不知道那位是您的妇人 是我有眼无珠 希望十三先生您能饶过我们这些弟兄 滚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以后敢继续帮助楚涛 我不介意帮助你们清门开个解散仪式 是是是 多谢十三先生饶命 我们这就滚 你到底是谁 刚才那些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你喊来的吧 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我为什么丝毫没有印象 我是谁不重要 你也没资格知道 估计你这楚家临时家主的身份 就不长了吧 大少爷 人来了 哈哈 不管你是谁 黑道的人你能摆平 但接下来过来的人 可不是你一个小小商人的身份 就能解决的 让他们进来 飞雪队员见过十三教官 不知道 十三教官在这里 怠慢之处 请教官见谅 飞雪小队也开始管这种小事了吗 看来你们的日子 真的是太悠闲了 我虽刚刚接触教官一职 但我已经可以看到 你们的整体状态了 今天我没时间处理你们 自己滚回去接受处罚 过几天我会亲自去一趟飞雪小队 是 十三教官 楚涛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哼 你黑白两道通吃又怎么样 就算你手段通天 在这么多人面前 今天一样要陨落在这里 出家暗卫 将这里的人全部解决了 没有我的命令 我看谁敢 你 你居然还能说话 哦 哦 哦 谢谢观看